基隆灯塔到仇子山灯塔 所谓基隆双塔游 已经成为基隆市新兴的旅游践行路线 不过也被民众和明代发现 包括导览说明路况以及观景平台等等 都还有需要再改善的地方 对于这些涉及到航港局 以及市政府全责归属灯塔观光等相关问题 基隆市准立委林沛祥强调 已经受到市长谢国良邀请参加事务会议 讨论相关问题 自己会尽全力和航港局港务分公司 以及北关处等中央单位协调沟通 促成双方合作改善 让基隆市民和游客在观光游戏上 有更好的享受 国良市长就已经邀请佩祥 去参加我们的事务会议 那在事务会议当下的时候 也提到过这方面的配合 那未来我们市政府 针对我们的基隆的游戏 针对我们基隆的休闲 尤其是灯塔方面的 那方面的灯塔或灯塔博物馆 灯塔园区的规划 那配祥一定会尽全力跟航港局 跟港务公司 跟相关各单位 甚至北关处 来去做一定的协调一定的沟通 让我们市政跟我们的中央政府 可以全力通力的合作 让整个我们基隆市市民在观光上面 在游戏上面会有更好的享受 选前市长谢国良和立委候选人 林佩祥首牵手进场造势 相信选后两个人也将以市长和立委的身份 持续携手合作 为基隆人及基隆市港的各项发展 争取最大的权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